一地兩檢的方案 這兩天鋪天蓋地有很多報導 當然是政府放風出來 文說已經拍板了 下星期二會正式公佈 大概的方案是如下 就是敲定採取深圳灣口岸的做法 在高鐵西九總站劃出內地口岸區 全面實施內地的法律 以租任的方式批給內地 那個年限去到2047 而當高鐵列車在香港境內營運載車時 車廂裏面的司法管理權是屬於內地的 情況就像移動的邊界 租多少錢等等的細節未公佈 民主深圳灣 香港租內地的 香港法律付了六百多萬一年 這個錢不是很重要 以特區政府來說 即使內地同樣付六百多萬 你說不是 西九貴很多 六千多萬又如何 相對不會有那麼多 現在整個問題的關鍵就是 第一 開了一個先禮 即是在一個 香港境內的地方 在香港的界裏面 畫了一個地方 是被內地的執法部門 不只是處理通關 和出入境 是全面執法 換句說話來說 本來你在香港 慣常可以做的事 包括你穿件六四T 包括你批評習近平 包括你拉橫鞋去抗議 這個抗議那個 入到這個管制區裏面 就對不起 全部是觸犯 政府裏面的法 即使你在車廂裏面 我在地鐵 我在其他的巴士等等 在街上 大放缺詞 去講平反六四的問題 批評中國政府的問題 說為劉曉波抱不平 OK 同樣在香港境內 但在高鐵車廂 就犯了法 你犯了法後 就要 跟逐內地的法律 去審 去判 去收押 跟逐內地的法律去審判去收押 意思是甚麼呢 你不要一直叫 我要律師 沒有律師來之前 我不會說任何的事情 對不起你沒有這個權利 你亦都不受任何的保護 縱使他是嚴刑逼供 亦都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 理論上他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幾天內 要通知被捕者的家屬 但他一向都不做 你都 耐他不好 即是說在香港的地方 做了一個 這是一個租界 大家記得 當年上海有這個法租界 法租界就是 實施外國的法律 這個被視為一個 其始大辱 這是一個治外法權 想不到在香港 仍然是 同樣地出現這個治外法權的問題 你可能會這樣說 我 好人好者 我不進入這些地方 我進入這些地方 謹然甚下 不犯法 就可以了 對不起 我經常都這樣說 即是說 李波 又或者其他的人 如果要 被內地的法律去審治的話 你都要將他夾回去 坐洗頭艇回深圳 或者其他地方去做 是不是 但如果有了這個西九之後 不需要夾你回去深圳 不需要坐洗頭艇 夾你回去 西九 高鐵的總站 南某一層 你已經變成了 需要依照中國的法律 去審 去判 去懲罰你的一個 地方 你說我不進去就行了 他夾你進去就不能不進去 又或者我們舉一個比較 戲劇化的例子 我那裏變成一個示威區 在外面的示威 有人把你一撞進去之後 就變成踏入了中國的國境 用中國法律去 整治你 你說是不是 何其荒謬 的一個 警方呢 而且 在法律上 內地的中國的法律 是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這件事 基本法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 現在 將這個白紙黑字 完全塗了它 甚至撕毀它 你說 是不是切頭切尾地 違反基本法呢 所以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 特區政府放風 說這麼入信心 它是 說沒有違反基本法 以及隨時接受司法科學的挑戰 再進一步說 如果這個地方開了一個先例 可以實施 中國的法律 譬如舉個例 解放軍在香港的軍營 有人進去 示威或者在外面示威 他們覺得安全受到威脅 他可不可以將 他的範圍擴大了 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護城河 你進來這裡 就變成中國的司法管轄的地方 越雷池半步 我就用中國的法律可以制裁你 西九可以了 為什麼解放軍軍附近的地方不行 先例開了 他帶道理可以這樣說 另外 譬如說 有很多 譬如說 舉個例子在廣東 買很多名牌 很多都是內地同胞 誰知道 本土派人不生性 去示威 踢人家的行李 他說為了保障內地同胞為名 可否在那裡變成中國法律管轄的地方 你不可以來做示威的事 不要以為我這個說法很誇張和妙想天開 先例就是這樣 有先例 有先例可緩的話 可一 可在 你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談 怎會 你覺得一筆出去雖然用租借為名 以前說不如割讓就是永久 到2047就跟割讓沒有什麼分別 覺得一筆出去 不是等於第二筆 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 此例一開 一地兩檢 在西九這個地方 全面實行中國的法律 現在不只是通關 不只是出入境 全面實行中國的法律 此例一開 我告訴大家 後患無窮 蠶食 終有一天會變成禽吞 你可能說不用怕的 立法會議員跟我們把關 要本地立法當然 我們不要那麼天真 今天的立法會的生態 不要說建制派把持 不要說議員被DQ 即使現在剩下的議員 缺乏了抗爭意志 跟建制派可以這樣 寫一張紙紙給你 合作無間的話 我們對立法會的把關能力 制衡能力 就沒有任何寄望 又是那句 香港是不是 已經玩完了 我認為當然 一次過大家捐款 我當然是衷心感謝 但如果能夠 得到大家長期的支持 對我來說 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就 推出一個叫做 月捐的計劃 這個月捐的計劃都是通過PayPal 大家可以登入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其實去了我的blog 去了我的網址 我這個網址就會 定期 如果大家看 有系統來看 定期 很快 第一時間將我在YouTube的 內容 會上載上去 而且我在報紙寫的東西 也是將它上載上去 你打開這個網址的時候你會看到 就是有PayPal的標誌 可以用不同的金額 一個月捐一次錢給我 我剛剛在書展出了這本書 叫做尋印注視 第二 是我在報紙的專欄結集 那我在這裡就想跟大家說 頭那30位如果能夠參加這個月捐 每個月捐錢給我的朋友 我就會 免費 送出這一本我親密 簽名的書給大家 什麼方法呢 用後再說用什麼方法送給你們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PayPal 當然 一次過的 我在這裡調整了PayPal的 捐款金額 如果大家覺得 我沒有PayPal麻煩 我不想登記 當然你也可以 入到我的戶口 如果你要這個戶口號碼 可以通過Facebook 我會用PM的方法 信件的方法告訴你 還有一個渠道就是直接寄支票給我 去這個地址 我在這裡再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認為 我這個節目 是對你們有幫助的 對分析香港 有幫助的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節目 是值得看下去的 希望大家 繼續對我的支持 多謝